台北市12区社区诊所上线 每个例的确诊者由诊所联一各院区任养 提供确诊者个案健康评估 关怀咨询及远距医疗服务 目前针对有医疗服务需求的65岁以上长者 大安区最高有31家诊所参与服务 我们之前已经成立了各区的行政区的关怀中心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启动全面由诊所来协助 区关怀中心对于确诊个案的居下照顾 那我们在5月10号 我们已经在北投中山万华跟文山四个区 我们现在跟医师公会合作 然后试办有关我们确诊个案 然后他有相关健康评估 健康关怀健康咨询 还有远距医疗服务 然后我们得到这张的讯息之后 我们就会派案给配合的诊所 各位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副表 那每个行政区都有不同的诊所 那有些行政区他里面的诊所配合数量很少 但是我们都会把临近区的诊所来一起媒合 也就是说每个礼 只要是在台北市的每一个礼 他都会有一个配合的诊所的医师 来协助我们做确诊的个案的照顾 那派案过去之后 目前总合作的数量有188家诊所 那我们已经开过很多次会 今天会全面上线 我们是采地段管理的方式 那全市各里分配给诊所 还有台北市联合医院各院区来任养 那由医院或诊所对于责任里面的居家照护者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接下来他除了初次评估之外 还会有远去照护的咨询 还有通讯诊疗 那最后还有居家送药 那这个部分都运作了一阵子 但今天会全面在12个行政区同步上线 那由各个诊所来协助我们的区关怀中心 一起来照护确诊的居家照护的民众 那我们每一个行政区都有相关的派工系统 也就是我们各里跟媒合的责任诊所 都已经做好配对 所以只要有需求的民众 都可以跟我们关怀中心说 我们就会帮你转介到你需要的责任所区 同时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以转型为防疫专责医院 全院只收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 且要将防疫专责病床提升到200床 伴随而来的人力需求 让原先的医护人力更加紧风 台北市长康文哲也预估本周是疫情红风 将招募50名专者病房防疫天使投入第一线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